中文字幕 李宗盛 唯一的捷径就是从海上上 因为那个福州也是靠海 所以他们要从海上上来 他们要从海上上来 就一定经过福建阳海这些老师 所以我觉得是在那个 那种年代 那个环境 等于说是一种宿命的那种状况这样 被拖进中日战争的这个漩涡 那事实上日本军有打进去过福州 然后打进去过一次 打进过一次 然后又被国民军打撤退 退出来 第二次又打进去 就一共有进攻福州两次 都都占据过 然后第二次策略的时候 就已经 日本就战败了 这战争就结束了 那些经验 我生活经验 我有说故事 才会写在里面 所以才说 下午跟大家分享的那个 西韦的囚徒 就是因为有实地参与 内段 内段经历 所以才会发现 他更早之前 大概就是民国38年之前 整个南竿的历史中心 事实上在思维之一 可是那个年代 我们是无缘参与 因为那时候 真正的 就是 那个政治的权力 管理者 是在这 是在思维之一 如果说 那时候有 那边的民兵有 有3000人左右 以那时候的人口来说 算是非常多 因为这边目前 世卫村在 有没有 可能有没有上百人 人口非常少